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什么时候 其实让我挺感触的就是说 又重新跟大家分享风声演绎的时候 我看的再稍微细一点 而网上介绍一些史书上介绍的一些内容呢 它都站在人的层面去解释 人的力的层面去解释 这么说 而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要感触到很有趣的场面 福西 福西画八卦 结果人说在国内有一个福西画卦台 我看那个样是现代人做的福西画卦台 就是他在那个地方画的八卦 说法分歧蛮大的 而分歧蛮大的原因呢 就是说有关福西这个人是真是假呢 在历史的这个记载当中好像变化挺大 比较确定他的是都到了汉朝 汉代 到了汉朝 可能是东汉的时候 忘了是在什么书里面 就类似这种史料记载的过程中 把他确定成一个人 而为什么在此之前 老说不好 说不清楚 在此之前人把宣元帝说得很清楚 但是说福西就说得不清楚 他说介绍呢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 那个时候呢 在谈到福西的时候呢 有人说他是神 有人说他是人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搞不定 就就就搞不定福西是谁 所以就一直不定 那一直到最后 好像还是给他定成人 我这人记性不好啊 这个事咱们就聊天了 然后就就说 才确定他是叫福西画卦 他来创造的八卦 我个人的重点 不是在他的八卦如何 我个人重点不在那 我个人说的重点就是说 恰恰在汉朝之前 春秋战国时期 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神 有人说他是人 为什么 我个人要说的重点在这 他说的八卦 是被人能够完全能够知道的 而今天人们知道的八卦 是站在周一去 《易经》上去解释八卦 对吧 站在《易经》的角度去解释八卦 八卦在先 《易经》在后 而八卦的基础 是两仪 是两仪 为什么是两仪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称四象 两仪出四象 两仪是魂魄 我只是这么比喻了 四象是空间 有魂魄为基础 创造了空间 创造了空间之后 出现了开天辟地造人 开天辟地造人之后 人出现了 那人生于淫 勤生于淫 兽生于淫 当人出现之后 在人的整个生活的环境定格之后 福西出现 为人拿出了八卦 而这个八卦 却跟这两仪相连 从而人 在这个环境中 确定了人 顺着这条路 能够修回去 修成神 我自己说的 我自己感悟的 没有任何人 完全是自己感悟的 这句话就只有 只是风神演绎 古风中的一句话 叫福西画卦 福西画卦 阴阳仙 大概是 不过咱讲风神演绎 再跟大家说 所以福西八卦 是跟两仪连上 而四项跟两仪的关系 是营造了八卦的空间 当八卦的空间 有了之后 八卦出来之后 才出现了 神浓 和宣言 来规划人的 为人创造了这个环境 来规划人的 存在的方式 可能是 可能是 所以这是 在我想说的意思 就是说 今天我们活着的人 从曾经 我们知道神性的生命 一直转到今天 完全肉体的生命 今天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做时装的 就是说 性感不性感 大家都随便就这么说 这不全是肉吗 女人要这样 男人要那样 弄得一块 就 对吧 都是网售 都是网购的 都是网购 他就干嘛去 我以为 其中的故事 就在这 那 在这种 罪恶的环境中 能够反着看 我们就看到了 另外一面 香港人在这个环境中 就展现出 这一面 罗冠聪 这是 香港年轻人 我个人觉得 如果从人这边 你就相当 令人 令人 敬佩的 罗冠聪 去了美国国会 作证 这是 黄之锋 跟这个 黄之锋 跟这个 何韵诗 他们几个人之后 那 罗冠聪 独立作证 罗冠聪的 独立作证呢 他的意义在于 他曾经 获选为 香港 最年轻的 立法会的 议员 结果被 DQ了 被 林郑月娥的 手段 以 阴邪的 手段的方式 把他们给 干掉 被DQ 就被剥夺了 他们立法会的 权利 那也正是因为 他特出的身份 美国国会就 美国国会 外交事务委员会 大概是 特意为他 进行了一次 听证会 他目前在 耶鲁留学 今年七月份去的 在耶鲁留学的 罗冠聪 上午 出席了 美国联邦 美国参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 东亚及太平洋 事务小组的 听证会 强调持续的 警报 机体的民愤 立促 重启 政改 警告北京 国际自由社会 正在注视着你们 所有人都在 看你们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在香港的 这一次的运动中 他们的整体性 各自 以自尽自己的可能 去为整个香港 的整体 做自己的 能做 罗冠聪 在这一次的运动中 罗冠聪 黄之锋 他们都是 特意把他们的 这个 leader 就是曾经的这种 领袖的形象 压低 罗冠聪 更是在七月中心 离开了香港 去美国读书 到了耶鲁大学读书 当时很多人认为 他跑了 说因为香港的局势 越来越紧张 因为七月份就出现了 在沙田 在望角的暴力的 警察故意暴力的事情 出了 而谁也没想到 罗冠聪来到了美国之后 利用他地域的方面 他在耶鲁读书嘛 而他曾经是 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的议员 他是获选的 他借助了他曾经拥有的身份 很巧妙的 很巧妙的在其中看到香港在 美国国会 在有关香港政策法 在有关香港人权法案的 这种研讨的过程中 罗冠聪是有份额的 因为在上一次 黄之锋的听证会上 他们是作为 随行的人员来到了现场 那今天他作为证人 来到了听证会 当时是学联五子成员之一 当年2014年 这个雨伞运动 没有实现民主梦 当时有一句话 叫做 We will be back 我们会回来的 五年之后 我们回来了 六月初 反修例不满 是针对送中条例 但林郑 在两百万人大游行之后 依然拒绝撤回 所以市民要求 也就不是一条法案 或者一个政治人物了 而是一个尊重一国两制精神的 整个的体制改革 相当有思想 相当有思想 当针对着一国两制出手的时候 他打击的对象 就是北京 就是中国 保持尊严 香港的尊严繁荣 有赖法治 保障人权自由自治 如果欠缺民主 相关的价值就变得 地位就变得非常脆弱 他前后的关系讲得很明白 这是今天香港人 我觉得非常值得骄傲的 年轻人非常值得骄傲的 我一直以为 大家在寻知着说 什么叫有使命的人 什么叫与神同情的人 那与神同情的人 当他自我的成分更降低的时候 他只去做自己该做的时候 神的力量在他的身体的四周 就可以展现出来 在他具体做事情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的素养 神的因素的展现 是他们的素养 他们的素质 他们的素养 他们的表达 他们在有限的一个 时空的环境中 能够最大几倍式的 几倍的那种概念 去展现出他的存在的含义 尽他们之所利 法律不是由人民撰写的 而当法律不是由人民撰写 不是真正的依法而至 当政府不是由人民组成 也非真正的自治 2016年被剥夺了立法会议习 以就是最好的例证 所以必须立即重启政改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出现 所以他们所代表着 具有相当的这种论理性的认识 在政治层面 作为一个政客 要有很超然的 就是有很有水平的一种政治观点 这些政治观点 是涉及到大批的人 其后批评了特区 在整个过程中躲在了警队背后 更差的是默许警方 毫无差别的使用各种暴力 视而不见 强调香港警队 与北京的黑社会人士的明确的勾结 激起民愤 隶属警队向示威者头部开枪 三名市民受伤盲眼 急救人员受阻 被捕人员难见律师 同时提到警方以这种叫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应该那个发音是怎么个分法 就是蟑螂和东西来形容示威者 与卢旺达大屠杀前的战略 指有关去人性化是相当类同的 相当那就是不得了了 把他 他已经把香港警察的做法 类比成卢旺达的大屠杀 那是灭绝人性 把人不当成人 把人当成物件 任意无辱 而人跟物件这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所以你注意到 林郑月娥在描述的时候 他一再强调是东西被伤害 他只字不提 这么多人 他的市民被警察打伤 纵使警队残暴令人震惊 政府必须为施政事务问责 核心是共产党坐视过火 所以这是今天真正厉害的地方 所有人都都谈到了共产党 林郑月娥已经是共产党的傀儡 大家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再多演的一个事实 不需要论证的事实了 国际社会联手 促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 落实一国两制 北京最近不断指联合声明失效 想逃离应有的义务 所以感谢两院能够通过法案 香港的自由与民主而战 所以寄予说 习近平要么通过旅行 承诺彰显你的勇敢 否则再次透过镇压人民 显示你的懦弱 国际自由社会一直在看着你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厉害 非常具有水平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但确实是非常具有水平 年轻人 而水平的本身 往往年轻人具有水平的本身 都是有使命来的 这东西不是学的 有使命来的意思就是 这东西根本都不是学的 是与生俱来的 是与生俱来的 而另外一个比较 我觉得会比较冲击性 18个区域的DQ主任的名单 美国人索要 DQ主任的意思就是 选举委员会主任 他们有权把那些申请竞选的人 给除名给拒绝 所以在此之前 应该是2017年 特首选举的时候 遭受过如此的这种做法 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 把很多人 主要是黄之锋 黄之锋 罗冠聪 还有周庭 他们是一个组织的 而叫什么自治 忘了 那这个组织的本身 选举委员会 把他们定格在 是港独 当定格在港独的时候 港独是不被 基本法所接受 不被 是触及到 帝国两制当中 国家主权问题 所以香港就不能够 认可接受他们 成为香港的政治人物 他是从这个角度 爱国主义的角度 去说的 从人大释法的角度 去说的 那这个说法 就阻止了很多人 就剥夺了很多人 正常的被选举权 香港众志秘书长 黄之锋 在Facebook上讲 出席作证会之后 进行了闭门会议 讨讨论了有关警员 港官员滥权问题 在这期间 美方主动向他 问到选举委员会的问题 批评选举主任 透过政治筛选 剥夺港人参选的权力 并主动向他索来 各区议会的 选举委员会主任的名单 这就造成了一个直接 对这些18区的 选举委员会的主任 造成了直接的压力 美国人亲自实施压力 反过来 如果这一次一会儿啊 应该是11点半 现在还不到 一会儿黄之锋宣布 自己要参加本区的 区议会的选举 那他就要经过 选举委员会主任的认可 如果选举委员会的主任 DQ他 剥夺了他的被选举的权力 因为比如说 他现在有案在身 他是一个被警察抓捕的 有案在身 又是香港中治的主要成员 而香港中治的 他的宗旨叫香港自治 如果以这样的名义 来剥夺他参选区议会议员的话 美国政府可能就有动作 就是美国国会 美国政界就会记上第一笔 啊 记上第一笔 这都将是在美 在香港 人权与政治法案 人权与这个民主法案通过之后 会对这些选举委员会的主任 谁做出破坏一国两制 和联合声明基本法的 这种决定 谁将遭受到制裁 他的力度 就是他的真正打击性在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一会儿再 喝完朋友们咖啡 能够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您就看 28号的大集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